这事就是说明成功 你不知道这人成功必须得两关 最简单的两关 第一关叫谣言 就是你觉得你身上开始背负谣言了呢 我告诉你就是你快成功了 要么谣言他不来 谣言来完了 你下面得等着有强大的精神准备 有一天你要成冯小刚那地位 叫污水就来了 叫湖一盆一盆的往下泼 因为污水你挡不住你知道吗 谣言你还可以去说说怎么回事 你这污水一盆泼过来 你这没有招架之力 像这种事儿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你每个成功者背后 都会被人去搭各种事情 我们现在舆论是说起来 在全世界范围里是最自由的 随便说 你攻击人家 你胡编乱造 有人还说我帮富婆呢 你知道吗 那当然人家说我帮 我有怎么发财子 我帮富婆 那我也没有希望了 对我那朋友跟我说他还气得不行 后来我说我这事我都看见多少年了 我都没滋生 为什么 我说我很容易证明我没有帮过富婆 是什么呢 我年轻那会就没富婆这东西 我上哪帮去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全中国也没一个富婆 在哪帮去 外籍的 外籍的 你放不上 所以他造这谣就没有用 但是马爷你解答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有富婆的话 您念的是靠什么帮上的 那你靠三寸不烂之舌 对不对 不一定非得拿现在这种小鲜肉 有的人他就嘴好使就行 能体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嘴好使 不是脸好使 脸好看没有用的 这您当然强项我理解了 那不是这意思 就是 他这种污水或者说造谣言 还有一个网上还有一个什么 也不是谁写的 说我当年怎么上深山老林区去找古董去 捆在树上三天三夜是王朔救的我 我 我心说我说我捆三天三夜证明什么 你知道吗 证明我身体好 你看他反应是第一对的 对 我就是身体好 捆他们三天三夜 你们捆个试试 对 哪有这事 放富婆我是嘴头好 对对对 都是 就是他这个都是你 你走在社会上 你在什么高度上 你对应的就应该接受这个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过去是因为没有这种网络 就底下私传 你也听不见 说什么说什么都有 我听的各种事 你比如说 有人不知道 我跟王朔冯小刚熟 过去 过去熟 那么有人在面前说那事 我听着都这么不天谱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比如就是瞎编 有的人认为他怎么着 当年怎么着 就说这种 就当年的事 你没有亲历的时候 你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编辑 过去就是看人家 是不是说真话 说假话的 那么你这事是编的 和你这事是真实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王朔写小说 王朔写小说的 所有的事情都能找出原型 他就是能够再现于 曾经有过的故事 而且他再现能力非常强 所以那时候 他感动的人不是几个人 成千上万的学生都被感动了 广美看过王朔的书吗 我真没敢看你们的那个 对他没看 你比如说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孩子 你是另一个语境里的 我08年才搬到北京来 对啊 那怎么 那他们都过去 因为王朔的小说经常有说 不过江 就是北方语系的小说 尤其是不会到台湾 香港那种地方太多 而且我相信就算 以我的这个文化这个背景吧 就算我看了 我相信很多东西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你最理解的就是崇尧阿姨的 我也不看 你看过没看过吧 但是崇尧影响了很多人吧 崇尧的电影 原来有人 有一阵子还说王朔是南崇尧呢 他就开意思 他影响的人多 但是你说 你比如说 你老公当年跟这个小刚也比较熟 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老听他们聊 你这个台湾长大的 你现在对他们聊的这套科 能意会了吗 我告诉你 我是属于那种男人的局 我老公的局 我基本是不参加的 你知道因为女人在男人的局里面 男人有很多话是不好说 不方便说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些老北京这些老胖们 自己在一块玩玩的开心一点 但如果说你问我 就是说对小刚导演的感觉吧 我这么讲 我08年搬到北京来 我跟冯导第一次接触 是他的《非诚勿扰》在杭州的首映里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冯导真的是自带光环 就是他一站出来就自带光环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穿了高跟鞋 我整个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但是就是说他那种高大上的形象就可能是 就是他很高大上吗 就是他我听你讲说他的气场嘛 那个时候那个片子又卖的这么火 就是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因为以前耳闻就觉得 他是中国大导演什么的 然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时候 真的也是给我非常高大上 旁边这个舒淇又站在旁边 这样子我就觉得哇 这个形象就非常的 真的是高大上 但我后来因为我签了华仪 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冯导 但是也多半都是在台上啊什么看到他 第二次很贴身的接触的时候呢 说真的我对他的那个整个的感觉 真的是很震惊 为什么 那一次呢是在一个也在世贸天街 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先生 在世贸天街的一个私人的局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喝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冯导正在跟我们中国的这个 他说他是怎么讲 他如果说他数二 没有人敢说是数一的某著名企业家 正在跟他就是 王剑林 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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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们还没在美国敲钟呢 然后呢就开始跟他就是各种的 我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讲话的那些内容 其实真的是蛮跌破我的眼镜 我心里就在想 这么一大腕的导演 因为他肯定是投资人 我就会觉得说 一个导演面对一个投资人的时候 他身段可以这么的低 而且就是他的那种微小 把自己放到那么那么的微小 跟我第一次见他那种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 人成功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真实的风耀刚 是吧 就是能屈能伸 你想想他跟这个 就是说他跟王硕的这个不同 就是他能低声下气 你知道就是说 他到最后就有 我对他没有什么褒贬可言 就是我就说我亲身感觉到 有一次比如说在抽烟 就戒了烟了 后来又抽又抽起来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我想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哪哪 唯一一件事 不需要跟别人商量 自个就能决定的 就是这个抽烟了 所以我想我干嘛要戒呢 这等于为什么他爱哭呢 是不是因为好多这个心酸史啊 这你要说他爱哭 我还真就没见过他哭 我从来没见过 是吗 对对对我没见过 所以我不能随便去说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性格史 你比如说爱哭是一个表象吧 那有人不爱哭 这辈子没哭过 也有这种人 这人更悲催 你知道吗 你想一辈子没能哭都哭不出来 有人是永远哭不出来 他没有找没那根弦 你知道吗 所以很难 其实我理解他呀 就是说你比如说当年 你们弄那个海马歌舞厅啊 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从 等于最底层的美工嘛 开始干起 但是说我有一点体会到了 这冯小刚夸人是一决 你明白吗 而且呢 我认为他夸人 有些时候也未必是出于什么畸心 因为他夸我呢 什么好处呢 对吧 他有时候高兴了 就见人就夸 这是他的一种交际的方式 这个说会夸人呢 就是说他能他能看透你的闪光点 你的闪光点 这个是一种观察力 不是他们那些人就这部作家在一起啊 他当时都不叫夸叫举他 就是举他举他就有一个很 这词有点狠 举高了他能撤梯子让你摔下来 然后呢 当年这种举人呢 其实把人举起来 最厉害的其实倒是刘振云 刘振云当年我们去这个去弄笔会吧 就是一住住一个月 然后刘振云就说每一道吃 那不是上午都是该该写东西写东西 中午吃饭 然后呢 刘振云吃饭呢 就说那时候跟他跟王硕还没那么熟 就说呀 王老师你那小说写的好 王硕说没什么好的 然后瞎写啊 然后第二天呢 又说王老师你小说写的确实好 然后王硕说真的写的不好 说你的小说也写不错 第三篇中午 因为天天都是那事儿嘛 刘振云还是这套课说 王老师你小说写的真好 王硕说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然后刘振云转个头跟我说 一般人就扛不住三天 就举你 他举你是有目的的 就人呢 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东西 他叫自迁 是吧 中国人在说的话就是哪里哪里 哪里是个自迁词 是吧 对 是吧 嗯 有时候外国人不理解 我们说一敲门说一进来 说又就是带太太 说你太太今天真漂亮 然后中国人说哪里哪里 他外国人就不知道你啥意思 是吧 就说哪里漂亮 眉毛划得漂亮 嘴唇划得漂亮 就很具体 他这个夸人是王硕的小说里 对 特多这种举人 桑蒂布斯里面有一个电影叫玩主 是根据王硕小说写的 我看那个 后来我就受到影响 也老夸人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发明了一个哲学观 就是利润不损己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 他一到公交车上 就是这个 这个葛优 跟那 谁呀 哎大娘你就是穿的太好了美 哎是吧真的 哎呦他们是我们今天工作做的不错 没有任何企图 就是六嘴皮子 但是所以现在咱就说到啊 就是说老一代的这聊的这套科 这种谈话 我现在就有时候发现啊 跟今天的很多这个观众啊 已经搭不上了 就是因为今天是个直摆 说话就直给 是 我们我发现我当年也是受王硕的影响 就爱说反话 嗯 是吧 咱们都是那个那个 加强带旺 寒沙摄影的 对 那是一种乐趣 就是说这个拐着弯啊 就是乐趣 可是我今天就发现 有一部分观众 接不到 他接不到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话呀 是要反着说 你比如说上次我就说那个徐浩峰 北京大学院那个教授 他说写剧本 他说我们当年写剧本 老师讲的是说啊 你要说爱一个人 你就应该说你恨一个人 就你得反着说 他说但是今天我们交个剧本上去 这个投资人或者制片人就是说 直说你爱他 要不观众听不懂 是吧 他说什么时候就说话变成了一个 非得只给 就是任何的一个技巧啊 或者这种反着说的这套啊 就有点过去 过去有一个叫潜台词嘛 台词后面是潜台词 台词以下的 所以这个话说完了是下面还有一部分 他才觉得有文学的那个玄妙嘛 我没办法 中国人着急 不是着急 就是变就是一个极功近利的社会 所以呢电影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节奏太快了 所以我在一个挺远的距离上观察这个冯小刚啊 我可能是胡说啊 我也不了解 很远的距离上观察他 我就觉得呢 他最早呢是把自己身段放得特别低 对吧 就是电影嘛 咱们就是票房嘛为了观众嘛弄一乐嘛 就开始有点释放自己的意思 还是说哥们我呀就这样了 我也不 我也不委屈求全了 对吧 我也可以是不是有点不委屈求全的资本了 他是不是现在有点这种表现呢 对 他这个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节点 就是他拍1942 这个在拍1942之前他没有就在票房上没有失守 他当时是票房的保证嘛 而且是票房的票房王嘛 对 那么1942呢 他是请住了很大的这个心力 而且这个事拖得很长 很不容易拍成 很不容易通审 那是我认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将来会留有一笔的 就是他有些片子不会像《非诚勿扰》这种商业片 他倒不会什么 就说说就拉倒了 但是像这个1942这样的片子 就无论你票房是什么样的 无论有没有人看 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肯定是很重要的 我们建国以来就很难拍到这样的片子 我当时还是很发自内心 写过几篇文章 就去说这个片子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但是呢 他因为他这个就是所有的导演的妥协 就是他拍完这个片子 这片子艺术上什么都没有问题 包括表演包括国立他们都挺挺努力的 但是完了以后因为赔钱 他又因为上市公司又得再排个赚钱的 就跟着就拍那个飞二 最正能勿扰二 飞二就比飞一明显的不如 但是呢他也能捞到一部分钱 那个拍着便宜的这么好卖 也三四亿 所有的导演都有这种事 你像大导演张艺谋 就你说就我觉得像他拍三枪这样的 都是自个儿毁自个儿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导演他不应该去就谋求这种商业利益 可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没有办法 张艺谋那个呢 因为我采访过他 就是问过三枪 也是背后另外那一张让拍的 就是屈服于资金嘛 就是屈服于这个金钱 我怎么感觉他们这一番的导演呢 都有种找出路的感觉 就是说他拍 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国外要说一导演 他拍什么 你觉得他就一辈子老拍这个 但是你看中国这些导演好像都是有点啊 我弄一个喜剧片 我弄一商业片 我弄一艺术片 似乎你觉得他总是 这也算是不满足于自己吧 对你是 还是名主持人比较会说话 你看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他们是找出路 你要让我说就是他们全没出路了 因为这一代人 就是就是第几代呢算 第五代 第五代 第五代没戏了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观众 他们一开始啊 他们特别想培养这个新观众 就80后90后甚至00后 这帮人原来不近点人 你个电影都是都是我们这种人去看 后来他们把他们给框到电影院以后呢 你那电影他不看 所以你费劲白费劲 你觉得那个特别特别恶心的电影 咱就不能点名啊 点名伤人 那电影我都看过 我经常看一些特恶心的电影 你知道为什么 我在那个飞机上 尤其长远途飞机 我就专门掉出来要看看 要不然不了解 那片子拍那么烂 但是他票房很好 那么会导致所有的就是新型导演出现 我们有很多新型 我刚才为什么说那导演好干呢 那种人都能当导演 那谁都能当导演 对不对 那么拍成那种烂片子 但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 就导致了这些大导演就没有出路了 今天市场变了 市场变了 哎 广美呢 你看电影吗 现在还 看 但是我看不了烂片 你看不了吧 那我刚才就飞机上 对 飞机上是看烂片 对 最好的地儿 但是我觉得找出路 我觉得我还是赞成找 不见得没出路 我觉得当导演 他是不可能 他找出路也可以 我告诉你 他们肯定没出路了 就是他说法 就没有戏了 那你看李安的偏锋 也是变来变去啊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 我的感觉啊 就是说 他还有个工业的问题 你知道中国 我认为到今天 没有脱离得了江湖 我说的江湖 是一种制作方式 比方说你看 美国的导演 为什么不怕老啊 他是个好莱坞电影工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服装这方面 他比你导演更专业吧 他不怕老 因为他的一个工业 在更新换代 在更新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中国的导演 你看 我不是这个成冯岛不弃 我不在他那也亚移 我也客串过一下嘛 我当时就有个很深的印象 我说 我这导演 你说 你说容易干的 我说太累了 我就经常 我就记得 这冯小康特有意思 我在其他节目里也讲过 就是说 拍一个场模特表演的戏 走秀 花花花衣服出来了 这位冯小康坐我旁边说 说这他们衣服太丑了 这个服装哪找的 他对他的导演 他能觉得这个工种 或者说 到这个拍一场酒吧的戏 然后你过一会儿 你就听着冯小刀那玩就骂起来了 谁拿的酒啊 谁在那高级酒吧 给这女孩喝扎皮啊 他就是说 中国的导演 你发现没有 成功就靠一个人 因为你这个周边的工业不行 他这一个人什么都得管着 因此这个人要颓了 或者这个人要有所老化了 整个你就颓了 因为你这个工业水平跟不上 对 那你说你比如说 咱们再说一导演 小导演 新导演叫郭敬明 拍了那个 小时代 小时代吧 反正那种片子 我还看了呢 我还说呢 我说这片子拍挺好的 中国电视史上将来有一笔 有一笔 为什么 你拍这个时代 最为不贴谱的奢华 就得拿这片子说事 你别的你还没有 他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 他真代表这个时代 代表这个混乱的时代 混乱的时代 应该有几部混乱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他有价值 而且郭敬明也过时了 好像郭敬明最近的一个电影 你想他都过时了 他都过时了 我该去坟里了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个 就现在被淘汰率太高 所以其实我就说你讲王硕 冯小康 其实不是讲他们俩怎么着 而是选择 我就记得当年王硕 上千年三年行 有件事给我印象就很深 他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请人的那个编导叫 毕丰嘛 毕丰 然后我说 找这就去找王硕 他倒愿意来 但是呢 他就跟毕丰说 是都能他请我吗 毕丰说是啊 是啊 是他请我 他怎么自个儿不给我打电话 对吧 怎么让你打电话 王硕就这样 怎么让你打电话呢 那是他请我吗 要真心他请我 他应该找我 我一听这个 我就赶快就 军队给他打电话 对 没有他可不是本拿架子 他只是判断这事真真假 他就这样人 这话你刚才学的太准了 就是他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有些时候 你在王硕身上 你会看到 就是说 他就好像 我跟我就不妥协了 我就不变了 哪怕我就等 等于是一种类似于隐居的状态 是吧 出来一趟就把你们吓死 你知道吗 对 他其实我觉得王硕 他还特别 保留了作家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这个挺难得的 就是 一种本真的东西 第一不媚上 就我宁肯不干了 哎 第二呢 他留俗是他那小说一开始就是留俗的 一开始 文学界一开始都不承认他 他是纯文学 说他是个通俗小说作家 对对 就我们国家挺奇怪的 把这文学非要一刀切开 一个叫纯文学 一个叫通俗文学 画到通俗文学那边 就就就低人一等 过去啊 八十年代 三十年前 所以王硕 其实我 因为这过来了嘛 这几十年过来以后 你会发现他这样作家挺难得的 挺难得的 就真的保持了作家的一个基本尊严 我说很准确 基本尊严是有的 我看 我们现在好多作家 也没有基本尊严 你知道这就就就别当作家了 真的 我看那个 就现在这文章 就不是真的假的 但是说话说挺有意思 说他写这个我的千岁寒的时候 他那个门口父亲 住着一休息车的 他呢 每回回家一看 你也知道这事 我说的他这事 你就是真事 对 那也是 那也是各处摘的 摘到吗 说的的 他那就真事 你给讲讲 他真是 他天天那个家门口有个修 修行车的补车袋什么的 他天天看着他 他烦 说没灵感 他就开始纠结嘛 纠结呢 他就得想办法让他走 然后他就过去说 你 你挣多少钱 就是跟人贫嘛 那不是挣多少钱 他说我给你三万块钱 你能走了吗 那人觉得他哪是这事 他回家拿三万块钱 就给他 给他这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还纠结 他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说他不会回来 他说为什么不回来 我说他回来 他怕你跟他要钱 然后说在那账上就三万块钱 对 他就三 他那不是就三万 他大概三万零个几万块 他说三万就是他有这钱 他当时有五万 他肯定就说 五万块钱你走不走 他肯定是这个 他就三万多一点 我有一朋友他也给过钱 那个吴红飞唱歌的 有一次吴红飞说就是 我这出唱片 不是不是出专辑出不了 我说也不认识 我这就让我去找他 见面给我五万块钱 出专辑去吧 他比较就是有点 作家的天生的素质 像这些事都是作家干得出来 那个如果我就 另外一种作家干不出来 那都不是纯粹的作家 这作家能干这事 你视金钱如粪土 尤其视别人的金钱为粪土 你马爷你给个结论吧 你觉得就说这俩人的关系 让你有什么领悟吧 或者感触 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相互利用 你比如说 你不能说是冯小刚利用王硕 王硕也当时利用冯小刚去通过影视这个途径去宣传 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影视是没人写的 大家认为你要是个剧作家很丢人 你得是作家 剧作家地位低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写剧本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这个影视剧有影响呢 其实还是可望开始 可望当时是那个执笔的叫李小明 他五十多级 那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把自己写残配了 那我记得 太他妈苦了 那时候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况下写这本子 不像你现在 现在作家多牛 都说你得把钱先打我帐上我才能动笔 那过去都是鲜血呀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啊 就是可望播出以后 那个王硕还是挺敏感的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个通俗的东西 可望是个通俗的东西 他写小说也是比较通俗的 就说这电视剧将来的影响力会非常的大 那时候再加上港台很多电视剧也引进嘛 所以当这个佛小刚找他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就比较远了 因为我跟文学就好过十年 十年以后 海马构听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海马构听是我最后在这个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弄完那事我就彻底的离开这个文学和影视了 彻底离开了 我就我不太喜欢那种分杂的生活 那么他们俩之间一开始就是相互利用 利用我这个利用是中性词汇 不是一个贬义词 不是就是要利用 那咱俩也相互利用 我让你帮我去主持一个二十周间庆典 那我肯定利用你 我利用您多一些 对对对对 就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说明你互相有价值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说俩人全是没有利用关系 俩人全是哥们 这都是在胡扯 但是就说你们那个时候 大院子弟这么一直混起来的 有没有这种掰了的 太多了 你没有商业利益 你就不会掰 你说你有商业利益 只要有稍微有一点过不去的就掰了 仅仅是商业利益 全部是理念 没有没那事 所有人都为钱 理念没什么 过去还有一种掰 就是你把女朋友搞了就掰了 现在这种事搞了就搞了 说我这不知道怎么脱手 让你给搞了 是吧 这他倒不会了 现在就是商业 你看掰了的一定是跟钱有关 咱们都公开的 咱们只能说公开的 不用说不公开的 你比如说二张的 刚才说张一谋和张什么张伟平 张伟平 张伟平 那掰了 那肯定是跟商业有关 那也都不用问 没有理想 几年没给他钱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 你到现在你觉得存在不存在一种 年少哥们老来伴的现象 会 会 就是当所有的商业的东西全都没了 就是这个历尽杰拨兄弟在吗 相逢一笑 敏恩仇 卢迅写的好 好好好 行 马爷给归结的好 谢谢 谢谢 到点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叫《空中小姐》 王硕和叶京是邻居 住一个大院 郑小龙是总后大院 全称中人民军军总后勤部 马卫都出身于空军武器干校 这还真完全是富城 我从小在空军大院 空军大院是第一大院 海马购物厅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对 海马购物厅是我最后在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你比如说上次我就说那个徐浩峰 在北战学院那个教授 中文属于四条 這世界很酷